如果您爱吃小粉肠 那么恭喜你可真是又改上了我的好兄弟 要是再配上点酸辣灵魂小蘸料来个石板小粉肠 您可以不吃 但是万一您的朋友他爱吃的话 那他可就真等着美巴我的好兄弟 话说有位好兄弟评论区嘲嘲着说 要吃小粉肠 那没有一个月也得半个月了 还说啥泡啊 你不是牛逼轰轰的说 是我们美食道路上的领路人吗 麻溜的来一起解解馋 咱先不说你对不对劲这事 火急火燎的是不吃不行了 还是怎么个事呢 那么接下来咱们也是废话不多 逼逼来看看小嫂子这边 这可是真那个在小小的树荫下 他挖呀挖呀挖 挖小小的蚯蚓炫小小的肠 我滴个乖乖好家伙 这野生小粉肠咱们该说不落的兄弟们 那可是真不小啊 你瞅瞅你瞅瞅 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妥妥的纯野生原生态 又大又长真的劲 小味儿指定更是恼恼的了 最后就在小嫂子都快要挖兔了的时候 也是终于挖够了一顿的量 接下来小嫂子也是来到了小河边要洗粉肠了 这洗干净了谁还不是个白净的小可爱呢 你瞅瞅 因为今天这顿依旧是户外小美味 捡上几根树枝也就要开始忙活起来了 先架起石头生起火 躯黑的石板在巴基的盖上面后 也就要准备那灵魂小蘸料了 依旧还是红艳的辣椒雪白的蒜 干得娇年稀碎在直接的糊碗里 这下也是把野生小粉肠给直接的辣脱了 等到石板热起来后 也就可以将这已经腌制入味的粉肠们 再均匀的铺在石板上烤起来了 就这小画面看着得不得劲 您自己说 好家伙 最后这点小汤汁也是真的很灵魂了呀 虽然现在还没有滋滋辣辣 但是空气中已经弥漫的那小味 也是真他喵的凹力给了兄弟们 如果看到这里您还在的话 那我想应该也是真的好兄弟了 其实对于今天的这小食材吧 应该不用老泡说 大家也都知道 理论上它本身就是一道食材加药材 那和小嫂子的这做法 虽然看上去貌似生性了一丢丢 但是如果您静下心 好好的想一想就会发现 那确实是生性了 最后就这么烤了个五六七八粉 我第一个乖乖好家伙 我们的小嫂子 也是直接的撸起了袖子 哦不对她没袖子 反正就是动起了嘴呀 如果您看到这里 还是要问老泡 烤不好吃啥味的 上不上头等一类奇奇怪怪的问题的话 那泡真的也只有一句话了 这我是真真真真的没吃过呀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道石板烤粉肠 要是给兄弟们来上一口的话 算球还是大家一起美吧 我的好兄弟 抖音